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呢 杨儿 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 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我这一去都一年多了 却感觉只去了几天 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 不过 倒是也算有收获 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 名垂天 是不是还不错 是是是 就是这胡子 要是更干净一点 那就更不错了 别动 不然一会儿真挂到脸了 Gonna 大iff 我 似乎人谈风月 悲欢若昙花余闲 便无声擦肩 奈何一片 几风口响 鲜鲜 难辨 所思所见 似近于金花水 月长中霜雪 黑雨水一双眉眼 心是红颜 知度日如年 难见所喜所连 似心间拨弄浅浅浅 只大月半明时人如月 我回来了 娘子 我早都想回来了 可是张屠夫说呀 今儿杀的猪不带毛 非让我留下来喝一杯 我说这喝一杯就喝一杯吧 她喝着喝着又落起了 自己病死老婆的事情 娘子 我给你买了最爱的糯米团 还有桂花酿 奇怪了 娘子这个时候也不会出去 安氏醒了 嗯 娘亲呢 我钟上 你不太知心 你不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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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刚刚就 我刚刚就 你不得意 你 tienen 因吾之故 迁怒于他 对其百般折磨 吾心中不忍 恰逢师兄派人前来 欲助吾将其从天启城中带领 吾君你不云 四字上路 还请误拐 不日将归 无面 你说 叶鼎之看到信后会如何 草庐会再塌一次吧 因为不管什么原因 叶鼎之知道 他回了天启 就回不来了 叶鼎之一定会像发了风一样 赶去天启城吧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 拦住他 我们下期见 电视频 我对她怎么看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